好 说到中国速度再带给大家另外一则也是蛮振奋人心的 就是076型的大型登陆舰的这条消息 我相信很多朋友多多少少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呢是首先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上爆出来的 我们看到呢也是在媒体上流传的照片 就是说呢这个滬东中华造船厂的干船物的胶筑已经完成了 所以大家就普遍认为说 这就是为07型大型登陆舰专门量身定做的这种大型的干船物 而且呢这也就标志着说076型的建造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而且刚才其实教授也提到了电磁弹射 其实这一次大家也在猜 就说呢去看了一下这个干船物的附近的水池的大小啊 整个照片的感觉就分析啊猜测说 这一次076是不是也会带有电磁弹射器 成为这种两栖的攻击舰 教授您认为中国会把这个076型的这次两栖的攻击舰 改造成类似有点像美国的闪电航母吗 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来讲会讲到一个就是垂直起降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涉及到矢量这个喷射推力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个部分大陆在这个技术的探索中 还没有一个成品出来 但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又公布了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在研究死量喷嘴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战机也不排除是垂直升降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您讲到了电磁 它是电磁弹射器还是电磁炮 这个部分也引起大家的揣测 很多人都认为说会不会是一种电磁炮 因为中国大陆的电磁炮的发展比较成熟 俄罗斯也有过做 俄罗斯的一些军事专家 也有做过这样的一个相对的报道 说中国的电磁炮的发展比欧美 比俄罗斯可能都还领先 那电磁炮本身在中国已经有做过很多次的测试 那有人说它可以打到几公里 目前都因为打越远 就代表它的这个电磁炮的力量是越大 而由于电磁炮的结构 炮弹的结构 跟一般传统的结构不一样 它是采用动力 急速动力的方式来去撞击 产生的爆炸力 所以它本身是相对安全 我们一般来讲炮弹有作战室 作战室就是我们所谓的弹头 弹头里面有药包 里面本身还有一些炸药 所以它保存中相对比较危险 但是如果是电磁炮的话 它的就不是用药包了 所以它的保存相对来讲就比较安全 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它的攻击力 是随着你的电能的供应而来的 那么造价成本也比较低 我讲的是炮弹的造价成本比较低 所以我们在猜 它会不会是一个电磁炮 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防控用的 这样的一种电磁炮 这是另外一种揣测 第三个就是已经很明显的 就是它有舰载机 而且它的舰载机的作战性能 是倾向于垂直倾向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各位也留意到 您刚刚有提到 它是两栖登陆舰 两栖攻击舰 所以它本身必须在船舱里面 是会放出气垫船或是放出坦克 那么有的时候是大的气垫船 上面装有一到两个装甲车 然后晚上那么灯着暗以后 就放出来让它往前面冲 那一般来讲在两栖攻击舰中 你还要有空中对于地面的资源 以确保你的这个兵力投射 能够顺利的 这个在水中的时候是安全的 那么进入路上的时候 它是马上能够建立起探头包 马上建立起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它又必须要比这个正常的航母 就是我们讲的大型航母还要便宜 也就是说它要轻便 要便宜 然后但是它又不是会用来做 例如说洲际的航行 它可能会用在于区域间的 例如说南海或者东海 区域间的一个作战能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中型的这种搭配 这个是未来中国整个海军战略的一个配置 那如果未来中国大陆在海外有庞大的海军 空军的军事基地的话 这个航母就可以往外延伸了 其实刚才教授已经非常清楚的 我觉得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 就整个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 我们再来把它结合一下 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解放军 比较关注的像这个071和075 那它主要的就是说比较近的嘛 说卓妍宇比如说像台海啊这样子 那现在076它的这个怎么说呢 野心是不是要更远一点 那整个这个部署上能不能教授 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是这样子 因为您也知道这个大型的船舰 它就因为大型船舰 所以它本身的油量的携带量比较大 它的储存室也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是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本身的舰上的官兵 它所需要的 还有这个舰上所需要的燃油水 的容量都大的话 它就可以走得比较远 那未来中国 你想中国的商业 中国的生意是作骗全球 中国的侨胞侨民是遍布全球 中国的企业家是在全世界各地 去做投资 那当企业家在海外投资 它是花了不少钱 然后他把那一些经营所得 或者是他在那地方采矿 有些矿是要运回中国的 有些产品是要运回中国 中国的产品是要卖到海外去的 卖到海外去 有中国的公民在海外去做经营 贸易商业等等活动 那因此中国的整个发展 在贸易上占中国经济 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左右 所以中国国内的经济占自己 大概百分之六十五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海外的贸易会让中国更加的富裕 所以海外打拼的中国人 他是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 非常重要的一股胜利军 而这股胜利军既然偏颇海外 它的安全要保障 它的人身安全 它的财产企业的安全都要保障 还有这些货物在五大洋行走的时候 它的海上的通道 必须要得到安全的保障 例如说要防止海盗去抢决 要防止别的国家野性的国家 切断你的补给线 切断你的海上通道 然后遏制你的生命的发展 你要保障你在海外的公民 他的人身的安全跟财产的安全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兵力 能够投资出去 因此当你要保护你的海上通道安全的时候 你的海军就要走出去了 你的空军就要走出去了 你的海军空军走出去 它需要补给站 当你的补给站还没建立的时候 你就需要能够走更远的船了 所以航母就很重要 所以您刚刚讲的 清醒的航母就很重要 因为它走得更远 然后等到有了补给站以后 它就可以走得更更远了 所以一般来讲 它是船舰的建造 是有近海的保护 也有远洋的保护 还有跨海的洲际海洋的保护 还有就是未来中国的力量 今天你到我家来 我明天就要到你家去 如果你今天你北约 德国 法国 英国等 你的船舰没事到我家来 那以后我的船舰就要能够在大西洋 尤其在北大西洋 在那边在你家门口走来走去 不能老是你到我家门口拿刀子 在那边回来回去 我总是要到你家 也能拿得比你更大的刀子 回来回去 所以中国的以后的军舰 也要在地中海航行 也要在北大西洋航行 也要在北美洲 在加拿大 在美国的门口要航行 因为不能老是你的加拿大的船 跑到我们台湾海峡来游来游去 未来中国的船舰 也要在你加拿大的两边游来游去 也要在北冰洋游来游去 这个就是你今天到我家来 我明天就到你家去 这个一定要走的路 所以我觉得大陆目前是 一步一脚印在走自己的路